好 接下來其實我們還有好多好精彩的樂團 像是從澳洲來的一個樂團叫做 Speak 說話打擊樂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老師這個也算是打擊樂嗎 沒錯 這個剛剛那個發出聲音的是用磁盤 錄音帶的磁帶 拉扯之間 很像快轉的那種效果 年紀小一點的小朋友可能完全沒看過磁帶這種東西 是 有可能 不過那個其實對我們來講當然因為那個東西我們以前有接觸過 然後一知道突然就會有一個會心的感覺說 哇 怎麼會想到用量子來製造一個這麼特別的音效 那它融合在其他的打擊樂器裡面又變得很突出很有特色 好 那這個團體其實有很多比較像這種實驗性前衛的風格 那它在曲目上面也會有一些類似像這種我們可能出其不意的一些樂器演奏的方式跟音效 它是用磁帶的摩擦 然後 它其實就是一樣它是在play的狀態 可是我們手把它磁帶拉住之後 它當然不會有聲音 可是你一快速的經過就像快轉 對 或者再拉回來又是倒轉的聲音 是 這樣子 好特別 好新奇的演奏方式 是打擊樂器每次都讓我們看得很目瞪口呆 對啊 真的 接下來還有一個更目瞪口呆的是 他們是在 我們在網路上找到的片段 他們是在捷運站裡頭 然後就開始演出了 這種 E-Rad-V 味道但是 那個軍令 在這個線路上 不會掉 你可以ubui 在我 以前 有很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埃及的乐团叫做吉乐秀 Percussion秀 这个团体其实是我们这一次 唯一也是第一次从非洲请来的乐团 因为虽然埃及是在北非的角落 可是我们还是把它归纳在非洲的领土里面 是我们八戒以来第一次有非洲的团体受邀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他们的来到 那他们这个团体因为叫做Percussion秀 所以他们的顾名思逸 其实他们也就像我们提过的这些 比较剧场形态的这些打击乐团一样 他们把这个音乐会呢 也把它设定成像整场一个秀一样 所以是比较有那种 不管是听觉也好 其实也还蛮重视觉的一个团体 其实这一团是我这一次最期待的一团 当然就像坤老师所说的 是我们八戒以来 第一次从非洲邀请这个国家邀请来的团体 那当然因为他们地理位置的关系 是在非洲跟中东啊什么 所以他们其实融会了非常多世界打击乐元素 除了非洲的骨之外 还有中东的一些手骨 然后而且其实我们当时在发现他们的时候 也是从网路上的一些资料 对 虽然不是刚刚那一支这样子 可是也是有一种MD的感觉 因为他们配合了很多 比如说拍打身体啊 人声啊 就是一些很特殊的效果 然后把它结合融在一起 我们觉得哇 真的太新奇 太可爱了 对 而且它的那个音乐元素 真的很非洲的感觉 是 然后它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素材 对 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然后融入在一起这样 老师我们台北有捷运 哈哈哈哈 他们可以到台北的捷运演出吗 还是这次没有这个桥段 这次目前还没有安排 我们回去问一下朱老师 哈哈哈哈 朱老师会说 好好好好 那我们认真来邀请一下 哈哈哈哈 哎呀 savior 哎呀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